歌王来了,呆萌可爱的腾格尔能否改变歌手目前的尴尬排位? 歌手2018在公布首发阵容的时候,根据网年惯例,就有很多人在预测汪峰将是今年歌王的热门人选,但深安宗已知道的汪峰并没有如大家所预期的那样 因为选歌特别任性,七七节目下来没有拿一个冠军,但是自己却在舞台上玩得特别嗨,也因其随性的表现,倒是使不少人黑转粉,发现了她的可爱之处 几期节目过去了,冠军几乎是贝杰师姐和华晨鱼垄断,来自菲律宾的KZ也拿到一期 按照惯例,大芒果似乎不太可能把冠军给外级歌手,花花虽然有实力,但资历尚浅,于是今年歌手走向一度让人摸不着头脑 但是,终于在第七七节目中,一位国宝级歌唱家历临歌手舞台,腾格尔的到来无疑是给今年的歌手打了一针强心技,让我们逐渐又看到了希望 其实,从歌手的前期采访中,我们了解到,腾格尔一开始对参加这个节目非常抗拒,连说一直没答应,坚决不参加 而对于为什么一直没有答应,腾格尔给记者的回答竟然是 哈哈,看到没,可爱的腾格尔老师担心的不是唱不好,对他来说唱歌比说话还简单 当记者说,原来您考虑的是颜值,腾格尔很认真的说 同时,腾格尔老师还有另一个担心,这也许就是一个老艺术家的责任感吧,其实,除此之外他还有另外一个顾虑 而内向,不知道说什么,完全表现在了他和李全在歌手之家第一次见面 两个惺惺相惜的艺术家见面不像普通艺人那样热闹寒暄,插磕大混,而是简单打过招呼后 双手紧握,四目相对,相顾无言,哈哈,简直不要太可爱哦 虽然一次次地拒绝,但导演组的诚意最终还是打动了腾格尔老师 一句上就上,这有什么完全体现了蒙古族汉子的率真性情 而平时呆蒙不善言语的他,在提起自己的作品时却是滔鸟不绝,如数家珍 当记者说我又看到你眼睛里发光了,腾格尔老师并没有掩饰自己的自豪,仍在深情地端详着自己当年的作品 嘴里还发出嘖嘖的赞叹声,让人不仅喜欢上了这个帅真可爱的老头 当年央视主播徐立增说,彭格尔是那种特别没有心机的人 你用相同的方法骗他两次他都不会发现,第三次的时候肯定不是他发现了,而是你不好意思了 从中你就知道他是一个多么耿直质朴的人了 节目中,按照一贯的套路 竟然曲目一开始都是保密的,当腾格尔的音乐合伙人叮嘱他不要说的时候,腾格尔老师一下子就犯了难 这个可爱的萌书,走上舞台却是光芒万丈,虽然第七七只拿到第二名 我们相信,他的大招一定都在后面呢 我们希望腾格尔老师在歌手舞台给我们带来更多好听的歌曲 试试试试 ć不吓唐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